很建議大家打 但不知道我出片的時候會不會已經完結了這個任務了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訂閱按鈕 還有按LIKE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玩Monster Hunter Rider 其實受疫情影響 這遊戲暫時在這個月都沒有任何大型的更新 所以主要這段影片是介紹近期這幾個活動 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舊的任務來說我們都可以多看一點 因為這個期間限定 其實第一個任務就是打肉狼龍 還有58天 大家可以慢慢解釋 第二個就是第二回的鬥技大會 鬥技大會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 大家不停參加這個鬥技大會 是會有不同的道具獲得 當然參加100次會有4星攻擊力的避石 其餘都是一些提升避石的材料 另外還會有參加次數 參加次數就不會受級數影響 換句話來說 我們可以打初級20次 25次30次 亦都可以解釋這個任務 我自己就沒有打的 方向都是打到5個回合算 另外就是GW的任務 GW的任務我是很建議大家打 但是不知道我出片的時候 會不會已經完結了這個任務 因為GW的任務 是有很多很豐富的道具給大家獲得 例如這個金色的騎症 騎症也是在後期十分缺乏的 如果大家要把角色升到70等級 特別是5星角色 那也是很需要這個騎症 我已經解釋了一部份 當中就會有幾個任務 大家要留意 首先第一個 土佛戰 玉狼龍初級的第三箭 打夠10次 就會有25顆水晶 中級玉狼龍第三箭 打夠10次 都會有50顆水晶和彩珠 上級也有100顆 另外就是玉狼龍的決戰 打第一箭 10次 又會有騎症獲得 另外還有斬龍 斬龍也是同一原理 初級的第三箭 中級第三箭 高級第三箭 還有 決戰 全部都打夠10次 就會有很多道具給大家獲得 所以大家記得解解 因為我當時也錯過了 我也是臨幾天才發現 原來要打這幾個任務 來獲得這些道具 另外 雜來關卡 會有初級 中級 和上級 要挑戰這隻水獸 大家都記得要挑戰 另外 親密度的道具 也有 打 打 指定角色第三箭的一個回合 三個回合 還有五個回合 都會有這個親密度的禮包送給大家 之後清空料理教室 還有11天 將四星角色升到70 獲得道具 6萬顆 其實這個只要跟著 不斷拿這隻角色去拆就可以了 之後就是 挑戰斬龍關卡 這個斬龍關卡 其實上條片都介紹了怎麼打的 大家最重要把角色能力值推高一點就沒問題 另外最後說到寶珠關卡 因為現在都開了第六層和第七層 最主要的任務 四個回合內 擊倒了這兩個關卡 就著這個任務 有位觀眾 志華仔 又給了一些相關資料給大家參考 他有兩個方法打 第一個打法就是 用新角色的 玉狼龍男主角 再加金絲女 和 水屬性的大劍 而第二個方法就是 拿 碎龍女 金絲女 水屬性大劍 主要心得就是 第一至第三個回合 一定要打死 癡火龍 而最後一個回合 第四回合 要靠水屬性大劍 配這隻水猴 90SP的技能 令到他一波輸出 接下來就有一條 實戰影片給大家參考 好方 準備万全 次はどの手で行こうかね 次はどの手で行こうか 指示 私の番だね 指示をくれ 準備万全 準備万全 那我把手段放在那裡 我的番呢 我的番呢 如果大家做了什麼關卡 想知道如何挑戰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訂閱鍵 還有按LIKE 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就知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